祝所親愛 大家午安 大家平安 各位祝所親愛的 大家午安 大家平安 感謝祖阿蘇 讓我們繼續 可以在臉面前來遵守安休聖日 感謝祖阿蘇 讓我們可以繼續 來祂面前 繼續遵守安息聖日 今年的祖阿蘇 讓大家來思考 待消費人的手中 下午來查考 在搖將手中 消費人就是專門消費者的財富 搖將就是在燒瓷器 搖氣的師父 我們知道我們是基督徒 基督徒雖然信主 有了要面對各種的狀況 基督徒現在信主也是要面對各樣的狀況 有時候那些狀況是我們沒有什麼要面對的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困難 也就是我們所有的困難跟患難 但是我們在這個狀況之下 有萬有很多同靈 他心中有平安 我們在這種情況下 還有很多同靈心中有平安 是因為他們心中很清楚 是因為他們心中很清楚 我們所經典的這位神 是萬事萬物的獎款者 我們跟著這個神是萬事萬物的掌權者 祂是獨一的 祂是獨一的 祂是良善的 祂是良善的 所以我們可以面對我們的困境 我們可以面對我們的困境 甚至接受我們生命當中的困難 甚至接受我們生命中的困難 但是 白白你面對這個困境 一樣在面對這個困境 我們不是無奈的接受 我們不是無奈的接受 我們也不是人命 暫時拖大腿這樣而已 我們也不是任命的嘆氣 我們不是順復在我們頭前的困境跟煩難 我們不是順復我們面前的困境跟煩難 我們是順復到神的應許 我們是順復神的應許 所以 這個痛苦跟苦難對我們基督徒來說是什麼呢 那痛苦跟苦難對我們基督徒來說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就要用黑板這個題目 和大家來做親日的思考 今天要用黑板上這個題目 來跟大家做一個深入的思考 在聖經當中常常用到一個比喻 聖經裡面常常用到一個比喻 用這個比喻 來讓我們理解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 用這個比喻來理解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 我們先來看 我們先來看 聖約、古約都有寫到 我們都看一次 新約、舊約都有寫到 我們先看各看一節 我們先現去古約聖經 二二密書十八章第六節 古約聖經 二二密書十八章 聖約聖經 聖經一二密書十八章 第六節 第六節 第九十九百章五邊 聖約聖經九百零五頁 中間的下方 中間的下方 稍微從第五節開始讀起 野草得聖經九百零五 buenos 大海公д 我替你們不可以教這個消費人 你創佗一樣創佗嗎? 你小的佗啊 佗在消費人的手中專用 你們在我的手中也專用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有說到消費人和佗 這邊有看到遙將跟圖 其實不只這裡啦 古歴很多地方都有說到 不只這邊就有很多地方都有提到 我們現在再來看神約聖經 我們接下來看新約聖經 這位來顯羅馬書第九章二十一節 羅馬書第九章二十一節 羅馬書第九章二十一節 新約聖經兩百十九頁左邊的下方 消費人敢沒看病 從一塊土裡面拿一塊 給他做很貴重的氣氛 他又拿一塊給他做很貴重的氣氛嗎? 我們跳來看二十四節 跳過來看二十四節 後面二十四節 後面二十四節 這氣氛就是我們比神收掉的 不只對猶太人中 也對外邦人中 這有什麼貴重呢? 所以才說猶如同一樣用消費人的這個比喻 一樣用搖匠人的比喻 所以古歴亞利美書十八章說 以色的鞋子連身像土一樣啦 那聖經耶利美書那邊講說 以色列你們像土一樣 神就是天上的消費人 神就是天上的搖匠 羅馬書第九章說 這個消費人用土來做我們 羅馬書第九章講 搖匠用土來造我們 他就是實際上要跟我們家做一個氣氛 二十四節講到要成為一個氣氛 氣氛就是在座的各位包括小弟 氣氛就是在座的各位包括小弟 所以我們就要上次來疏口這個比喻 我們詳細來思考這個比喻 那個小弟我聽到一個故事 小弟曾聽過一個故事 當然這個故事是編出來的 那這個故事是編出來的 編出來的叫醋味 編得很有趣 我們知道聖經當中有一種 修作的方法 聖經裡面傳有一種寫作的方法 我們叫做 逆人法 我們叫做逆人法 他不是人 但是把他當作人 這樣來思考 他不是人 可是把他當成是人 來做思考 就是要讓人來思考 我們人自己的生命和意義 就是要讓人來思考生命和意義 所以這個寫作的方法有說 請求人的行 寫作方法是向人的行 請求人的感情 向人的感情 請求人的意思 向人的意思 我們專業叫做 女人情 女人情 所以這個故事是這樣說的 故事是這麼說的 說一個古董店裡面 有一天來了一對頭髮白白的老婆 有一天來了一對頭髮白的夫婦 這對夫婦看起來感情很恩愛 這對夫婦看起來非常恩愛 在店裡面看著看著的 大約看了二三十分鐘了 很多東西拿起來看了之後 又把它放回去 這對夫婦來到一個架子前面 看到架子上面有一個杯子很漂亮 這對夫婦就停在這個架子前面 眼睛說得開心 這對夫婦就停在這個杯子前面 眼睛亮起來 然後講得很開心 接著跟老闆問這個架是多少 想要自己帶回去 接下來就問老闆說 這個價錢多少想要買回去 所以這對婦子 他在那個架子上面就這樣想 這個杯子在架上就這麼想著 他知道他很快要被這對夫婦帶回家裡了 他也聽到老闆所開的價格很高 但是他有一個感慨 他有一個感慨 他想到他之前所遭遇的 所以今天才會變這樣 他想到他之前所遭遇的 所以今天才會變這樣 他想到自己本來 只不過是山裡面的一塊土 他想到自己本來只是山裡面一塊土 但是他這塊土過得很自在很快樂 因為在那裡風景很漂亮 因為在那裡空氣很乾淨 因為那裡空氣很乾淨 每天早上有乾露 那四周圍有動物 那四周圍有動物 花草有樹木 這樣就是在山派當中的情景 那花草樹木就在他身邊的周遭 但是有一天有一個人 那帶一個土來 就把這塊土挖出來 那有一天有一個人 把這塊土挖了出來 他從洋梯裡 這個人挖出來很害怕 他被這個人挖出來很害怕 他說我沒有想要離開這個環境 他說我不想離開這個環境 那你憑什麼不照我的意思 那你憑什麼不照我的意思 挖這個地方 但是那個人 沒辦法聽到他講話 那個人無法聽到他的說話 不只這樣把他挖回家 不只把他挖到家裡 又在他的身上 濫了又冰又冷的水 又在他身上淋了又冰又冷的水 他一直一直把他叮 一直把他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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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捏他 摔他 他想說我怎麼這麼歹命 他想說他怎麼這麼歹命 那為什麼 為何無緣無故會遇到這種事情 他想說沒關係啦 我比較淋了耶 這個狀況沒多久就過去了 他想說再忍耐一下 這個情況沒多久之後 就過去了 結果不是穿衣衣衣衣 結果不如他想的 他去用戳 他還扔在後 都放在一個盆子上 開始一直洗一直洗 他被捏完之後 放在一個盤子上 一直的旋轉 洗到頭到暈 躺到要死 旋轉到很暈 然後吐得要命 他想說這個人 是不是對我不滿 為何這樣對待我 暈到都沒有辦法去想了 大家不想回家去的時候 這個旋轉就停止了 他想說好 這要再停下來了 他想說這個人把他帶到一個箱子裡 他想說他要好命了 他想說這個人把他帶到一個箱子裡 他想說他要好命了 他想不到這個箱子 越來越熱 越來越熱 他想不到這個箱子 越來越熱 越來越熱 熱到他受不了 說好 我在外面 中南都過這個溫度 他在外面從來沒有遇過這個溫度 那這個地方怎麼熱得像地獄一樣呢 一直哭一直喊 但是外面那些人都不理他 到外面他要做夢的時候 這個箱子的溫度開始降低 他後面快接 接近要絕望的時候 這個箱子的溫度開始降低 他想說壞事一波接一波 他要平靜了 結果這個人純手來把他拿出去 這個很伸手將他拿出來 不是把他放在箱子裡 不是把他放在架子上 這邊不是用又涼又冰的水 這次不是用又涼又冰的水 他拿了一些東西塗在他的身上 這個東西他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東西他不知道是什麼 又稠又黏又臭 又稠又黏又臭 他在那邊一直說我不要我不要 他一直喊說我不要 那個人還是不理他 不止這樣 又把他放在箱子裡 不止如此又把他放進箱子裡 這個時候連眼淚都流不出來 這個箱子溫度又開始壓高 這個溫度又開始上升 壓到又要像輕度 升到快近千度 他想說 我早知道有今天 我不如比較早死 比較睡覺 他知道 早知道有今天 就早點死的 好 外面的人 他也沒什麼話說話 因為他根本沒要把我插 外面的人他也不想跟他說話了 因為他根本就不理我 他這樣經過一段時間 溫度又開始降低了 經過一段時間 溫度又開始降低了 這個頭想說 啊 我會一世人就是這樣 那這個圖想說 我一輩子應該就是有這樣子 要如何都沒有關係 隨便他要怎麼樣了 再一次兩次三次這樣一直下來 這個人在他拿出來之後 在他面前放了一塊鏡子 這塊土看了之後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想說我本來是一塊土 那想說我本來是一塊土 但是現在鏡子裡面的不是一塊土 可是現在鏡子裡的不是一塊土 不是一塊有夠漂亮有夠漂亮的茶杯 那是一個很漂亮的茶杯 這個人不再把它放在箱子裡了 這個人不再用冰水給他洗 這個人不再用冰水洗他了 這個人也不再把油加黏油加炒的東西給他擀了 他用最漂亮的布 他用最漂亮的布 然後擦拭它之後放在最漂亮的架子上 所以現在那對老婆要用很大的價錢買回去 那對夫妻要用最高的價格把它買回去 這就是那塊杯子心中的感慨 那這就是那塊杯子心中的感慨 我們來看一段經文 我們來看一段經文 我們來看四篇一百零三篇十四節 四篇一百零三篇十四節 古約聖經四篇一百零三篇十四節 就會聖經四篇一百零三篇十四節 在古約733面中央的下 就會聖經七百零三葉中間的下面 我們來看四篇一百零三篇十四節 一起讀這節十四節 一起來 因為他知道我們的本體 所以祖念不夠是天上的神 阿門 這邊講到祂就是天上的神 神看著我們人 他知道我們人的本體是什麼 神看著我們人 他知道我們人的本體是什麼 人的本體是天上的神 不管今天是長得俊美還是普通 不管我們是健康還是有病 不管是健康還是有病 不管是有錢還是沒錢 我們人的本體都一樣 都是神用土來做出來 每個人的本體都一樣 都是神用塵土造出來的 但是今天我們這個土 不太一樣 今天我們這個土是不一樣 所以聖經當中將神 比如做收費人 聖經將神比喻為蕭搖的人 神知道我們的一切 神知道我們的一切 包括我們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 包括我們過去現在與未來 他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 都不同的計劃 他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 都有不同的計劃 所以我們每個人 人身所限的信用之路 也都不同 每個人所行的信仰之路 都不一樣 伯伯信仰所 伯伯這麼近賢 伯伯你造工 一樣信耶穌 一樣這樣盡錢 一樣在做工 但是我們一世人的造福 十歲也都不同 但是我們一輩子的遭遇 一定也都不同 但是這是神要造就我們 就是神要造就我們 要在我們的身上 要在我們身上榮耀他 雖然我們的本體是土 在我們本體是土 但是聖經 不希望我們單單是土而已 聖經不希望我們單單是土 先看我們在做國語 包括小弟和國語之外 是好土 神看在做的弟兄姊妹 包括小弟都是好土 所以這個好土 可以進入真理的經濟 好土可以種入真理的種子 這真理的經濟 真理的種子 種進去之後 可以讓他生長 結實 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 也算十倍、十倍、一百倍 但是我們這個好土 不只可以拿來種真理 好土不只可以來種真理 神也用我們這個好土 要把我們造成他的器皿 神要用好土做成他的器皿 因為土本身無法榮耀神 因為土本身無法榮耀神 但是做出來這個器皿、美麗和用度 可以讓他學到這個做土、做虛仔的人 那器皿做出來的美麗 可以讓人家讚美做器皿的人 我們如果還過著原來的生活 我們如果還過著原來的生活 我們只不過是土 無法榮耀神 我們只不過是一個土 不無法榮耀神 但是神要在我們的生命當中當中 神要在我們生命當中動功 要改變我們 但是各位這樣之外 我們通常都不喜歡改變 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通常都不喜歡改變 我們都比較喜歡穩定的生活 我們都比較喜歡穩定的生活 不是嗎 所以我們鼓勵我們的主題 你就要好好地採取一個穩定的套路 我們鼓勵我們的子弟 要好好地讀書 找個穩定的工作 這地人要考公務員是怎樣 這麼多人要考公務員是為何 因為工作穩定 雖然無法賺大錢 但是穩定 雖然無法賺大錢 可是穩定 我們人比較喜歡穩定 我們人比較喜歡穩定 但是神不一定要我們穩定 神不一定要我們穩定 我們人不喜歡被改變 我們如果不喜歡被改變 但是神有時候挑戰要改變我們 可是神有時候故意要改變我們 當我們遇到困難和痛苦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要祈禱 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都知道要禱告 但是有時候我們有法國沒有 我們一直祈禱 我們的問題都沒有解決 可是我們會不會發現 我們一直禱告的問題都沒有解決 我們一直禱告 無法將困境趕走 我們一直禱告 無法將困境趕走 當我們遇到這個狀況 我們要知道 當遇到這個狀況 我們要知道 要知道說 這是神 現在要在我身上要動工了 我們要愛的是 希望馬上趕走我們的困難 我們希望的是 馬上挪走我們的困難 但是以神的角度 他不是想要馬上趕走我們的困難 以神的角度 他不是要馬上挪走我們的困難 他是期待要看到這塊土的改變 他期待的是要看到這塊土的改變 這就是天上消費人用心的安排 這是天上搖匠用心的安排 所以消費人在製造器皿的時候 那個工作是一刀有一個一刀 姚將在製作器皿的時候 工作是一刀一刀的 因為我們少年的消費人 是天上之為 馬上有地匪也做不住 我們天上的姚將 是蠻有智慧的造物主 他知道 這製造的專有地 他知道如何製造 怎麼捏 小弟不知道 我們會將做 會將做什麼樣的器皿 小弟不知道 在座各位是可以成為什麼樣的器皿 只有主要說 知道我們要將做什麼樣的器皿 雖然我們都是器皿 有的是茶杯 有的是碗 有的是碗 有的是茶壺 有的是茶壺 有的是盤子 我不知道神要將我們各位 聽做什麼樣的器皿 但是天上的主他早就知道了 他的心中對我們每一位都有不同的價位 他心中對我們每一位都有不同的計畫 所以他知道要用什麼樣的溫度 他知道要用什麼樣的溫度 他知道要燒多少時間 他知道要燒多少時間 他知道要抹在我們身上是什麼樣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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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塊土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大家知道藝術品 大家知道藝術品 但是消費人 他心中有價位 他的觀察 也要這樣他心中有計畫 他會觀察 雖然這一片又一片製造的過程 雖然一次一次製造的過程 我們現在這塊土的角度來想 對這塊土來說 像世界一樣 這塊土來說就像世界末日一樣 你看這塊土被改變 被黏 被捏 又被拿去燒 又被拿去抹 我們如果是這塊土 我們如果是這塊土 我們希望經歷這些事情 我們想經歷這樣的事情嗎 你想這塊土 他原來是大自然裡面 他會比較多快樂 你想這塊土 在大自然裡面過得很快樂 但是 神的價位不是這樣 那神的計畫不是這樣子的 大部分時候 我們就親像這塊土 有個主宰 但是有個鬆 有個惹 有時候我們就像這塊土一樣 又鬆 又自在 又硬 不知道有什麼用途 不知道有什麼樣的用途 我們很喜歡躺在大自然的下面 看出去有白雲 有涼風 有涼風吹著 還有花草樹木在周圍 但是神不希望我們只是一塊土躺在那 可是神不希望我們只是一塊土躺在那 祂希望我們成為貴重美麗的 祂希望我們成為貴重美麗的 可以讓我們看到我們的氣氛在後 那可以讓人家看到氣氛之後 讚美搖將的手藝跟智慧 所以他現在要改變了 他現在要改變了 他現在要改變了 那他用上千度的溫度來代替你平常享受的涼風 他用油骨黏、油骨草的油料來代替每天氣的乾爐 他用又臭又黏的油料然後來代替每天早上的乾爐 我們人生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嗎 這就是以後我們也會經歷 那或者是以後我們也會經歷 我們想像聖影當中創世紀的抑制一樣 我們想像創世紀的月色一樣 我們想他本來過後有快樂嗎 我們想他本來過的快樂嗎 他是一個牧羊人 那個時候如果問說你的夢是什麼 那個時候如果問他的夢想是什麼 他應該會回答說我每天要過得很快樂 然後在父親的身邊 其實他父親也很愛他 他也沒有什麼煩惱跟心機 我想約瑟絕對不記得說 神啊 用我 讓我聽作一個偉大的人 那我想約瑟一定不會像神說 讓我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可是約瑟的夢神沒有成全他 他本來的夢不是要很偉大 他本來的夢不是要什麼偉大的人 神開始製造 這製造開始約瑟就痛苦了 他製造的開始約瑟就痛苦了 他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天 他去找他的兄哥 近年去他的兄哥陷害 他不知道有一天他去擋他的哥哥 然後被哥哥陷害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天 自己的離鄉背景 離開所愛的家人 他也不知道有一天他會離鄉背景 被邁去埃及做努力 他在那邊打拼的工作 祈禱希望有一天 可以早前回到老闆的生活 他每天努力工作 祈禱有一天可以早點回到父親身邊的時候 神沒聽他的祈禱 讓他去關在家裡 他身邊有聽他的禱告 讓他被關在監牢裡 當他在監牢裡面每天禱告 希望可以早點出來的時候 連他拜託的人都跟他不記得了 神還沒聽他的禱告 給他拜託的人都忘了他 神也沒有聽他的禱告 就像在火爐裡面的土一樣 神都聽到了 但是他沒有信傳 他信中所願的 神都聽到了 可是沒有成全他信中所願的 因為時間還沒到 因為時候未到 當月色在流淚 在祈禱 在祈禱 在祈禱的時候 那個社會人 在樓外面 眼睛緊緊一直看 時間還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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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候還未到 他覺得時間到了 他開始把火撤開 那大家覺得時間到了 然後把火切下 我們大家想看看 約瑟 紀法路那一日 近前一天 他有想到 既然會變成埃及的宰相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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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都沒有告訴他 當那天早上 人家帶去說 來 你整身屋洗乾淨乾淨 穿好衣 當他那天早上 你把身體洗好 然後穿好的衣服 然後被帶去見法老 然後被帶去見法老 法老把戒指帶到他的手指上去 全埃及除了我之外 其他人都要跪下來拜你 在前一天 他可能要在老闆 不知道自己要去看他到時候 在天一個晚上 他可能還在流眼淚 不知道被關到何時 但是那個時候 這個器皿燒好了 只有天上的消費人 知道那個時候 所以神會製造我們 神會製造我們 他會用種種的困難和不順利 來磨練我們 各位現在有遇到不順利的事情嗎 你現在有遇到 讓你覺得 確定很困難的事情嗎 你現在有遇到 讓你覺得 決定很困難的事情嗎 你知道這才是神特別的安排 你知道這或許是神特別的安排 小弟上學有講過 你如果是一個很急性的人 神會在你身邊安排一些很慢的 神會在你身邊安排一些很慢的 你如果在路上 開車都要人家叭叭叭的 如果在路邊 路上開車都要一直跟人家叭叭叭 神會在你身邊 你剛才開車都開車很慢的 神就讓你旁邊遇到塞車 旁邊開車都很慢 因為他要你學習耐性 因為神要讓你學習耐性 但是你這樣基督公主讓我趕緊告 你也是會很慢的 縱使你跟主祈禱說 我要快點到 你還是會很慢 你如果神經病常常遇到自己覺得不公平的事情 如果你身邊常常遇到覺得不公平的事情 我怎麼會常常遇到這些不公平的事情 我怎麼常常遇到這些不公平的事情 也就是神條要訓練你的包容心 或者是神要訓練你的包容心 如果你身邊常常充滿著一些軟弱的人 充滿著一些沒有信心的人 有時候你期待說 主啊 那不可以讓我身分比這些人 比較堅強的 比較有信心的 他有時候期待主 然後跟他禱告說 可以讓我周遭的有信心一點嗎 所以你就是那個堅強 他又有信心的 或者是你就是那個堅強有信心的 在前面的神看得到 你只要堅強有信心以外 你沒有愛心沒有夠 你除了有信心之外 可是你愛心不夠 所以他在你身邊 要安排一堆軟爪 沒有信心的 要來操練你的愛心 所以他在你身邊 留一些軟弱的 讓人要操練你的愛心 有時候我們的家庭發生狀況 有時候我們的家庭發生狀況 我們想說 主要說怎麼會讓我住在家 有時候我們想說 主要說為什麼要讓我遇到這些狀況 因為他希望我們學習到信心和交通 他要讓我們學習到信心跟交通 以後我們身邊出現的全都比我們優秀 如果他讓我們身邊出現的一些都比我們優秀 有時候我在外面 別人覺得我很好 來到這裡 大家都比我更厲害 也說我在外面已經覺得不錯了 可是有人在這邊 很多人都比我還厲害 有時候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會很苦 也說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會很痛苦 但是神是要對著你很激烈的心 很激烈的心 很激烈的心 神是要除掉你很會比較的心 因為你在另外一個環境 比較得很開心 你在另外一個環境 比較得很開心 現在神就跟你安排一個環境 讓你比較得很痛苦 神就安排一個環境 讓你比較得很痛苦 我們會覺得 有時候我們越不想遇到的人 有兩根事情 尤其你特別放在基督裡面的 神挑戰的你遇到 有時候你特別放在禱告裡的 神會讓你故意遇到 我們沒有想要遇到 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自己軟弱 我們不想遇到 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自己軟弱 因為我知道我軟弱 我遇到這個 我也很痛苦 不知道要怎樣面對 我知道我的軟弱 遇到這個 我很難過 我不知道如何面對 因為他知道我們沒有耐心 因為他知道我們沒有耐心 他知道我們無法包容 他知道我們無法包容 他知道我們雖然心很好 但是愛心不夠 他知道我們雖然想要做工 但是比較不想要基督、親近主 他知道我們想做工 可是比較不喜歡祷告、親近主 有時候我們無想要想 自己這些事情 神通通知道 所以他讓我們遇到 我們無想要遇到的是 因為他愛我們 他讓我們遇到一些 我們不想遇到的是 因為他愛我們 對我們有期待 對我們有所期待 他在製造我們 他在製造我們 他讓我們想要遇到的這些不順利 跟人、跟事情 他讓我們這些不想遇到的人 跟事情 當成我們生命中的 當成我們生命中的 砂紙 要來抹去 我們生命中 他沒有教他的東西 要來磨去 我們生命當中 他所不喜歡的東西 他用一遍 他又一遍 不一樣 這時候的方法 他用一次一次 不同製造的方法 不像我們這塊荷土 變成我們想像 不夠美麗的氣氛 他要這樣 我們這塊好土 變成他想像 我們想像不到的 美麗器皿 我們來看彼得前書 第四章 十二十到十三十 彼得前書 第四章 第十二節 第十三節 新約聖經比特前書 四章十二十到十三節 那比特前書 第四章 第十二節 第十三節 親愛兄弟啊 有非人的志願令到你們 不要在那裡做奇怪 親像是做有非常的事情 你們都要開心 因為你們是跟基督 做會太好 讓你們十二 英雄現現的時候 也會開心 快樂 十二十五 有非人的志願令到我們 我們不要在那裡做奇怪 十二節講到 有火鍊的試驗 臨到你們 不要以為奇怪 電腦要開心 反而要高興 這如果以人的想法來看 這叫做變態 以人的想法來看 這叫變態 你今天剛才這麼大 的痛苦 你是要開心什麼 今天遇到這麼大的痛苦了 是要高興些什麼 對我們來說 痛苦的事情是現在 對我們來說 痛苦的事情是現在 但是我們歡喜 是想到未來 我們歡喜 是想到未來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 痛苦是因為神 你把我們敲 你把我們爭 你把我們想 那我們知道我們現在痛苦 是神在捏我們 在掐我們 但是我們要有屬靈的眼光 想到我們的未來 我們要有屬靈的眼光 想到我們的未來 各位我們知道 醫生在看法 我們基督度 以小弟的看法 我們基督度 我們基督度生命當中 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 我們基督度生命中 所遇到的每件事情 不管是意外 不管是意外 是好是壞 是好是壞 如果沒有神的運順 沒有一件會發生 那如果沒有神的允許 是沒有一件會發生的 小弟的觀念就是這樣 小弟的觀念就是如此 今天不管是我 我基督度好的 還沒有做好的 不管是我計畫好的 還是不經意的 是因為 我本來就是要做的 還是意外 是否發生的 不管是我本來就要做的 還是意外事物發生的 當然我們在檢討 是不是我 想不到做不好的部分 但我們要檢討 我們是不是沒有想好 沒有做好的部分 小弟會檢討 但是我一直會這樣想 小弟會檢討 可是我還是會這麼想 那主要說 沒有穩準 任何一件事 會發生在我的心想 那如果 那主位書沒有允許 沒有一件事情 會發生在我的身上 因為主位書說 你連頭到前面的頭目 幾隻都算過了 會記得這個經文嗎 那主位書說 我們頭上的頭髮幾根 他都算過了 大家記得這個經文嗎 十天我在洗頭門 不知道要六十幾幾至百幾的 那每天我在洗頭 不知道要掉幾根頭髮 你想說是因為 我弄得太大力嗎 那你想說是 我們搓得太用力嗎 那照那句經文 我今天去討問 要六幾幾 都是身 穩準才我倒落的 那如果照經文來說 不管我們 頭髮要掉幾隻 都是神允許才掉的 其實我們在我們 剛才順利的時候 我們就要感謝 既然這樣子的話 遇到順利的時候 我們就要感謝 我們剛才困難和艱苦的時候 我們要思想 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就要思想 思想什麼 思想什麼 欸 這如果是神允許的 思想 如果這是神允許的 你是怎麼允許的 他為什麼允許我們遇到這些 這樣我要學習什麼 那我們要學習些什麼 我要從哪邊長進 神就是希望我們這樣想 神就是希望我們這麼想 所以 火鍊的試驗 令到我們 我們要開心 火鍊的試驗 臨到我們 我們要高興 再來這個社會人 知道我們 吃到什麼行 什麼時間也好 要這樣知道 我們會成為什麼行 什麼時間會好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觀念 我們要有一種觀念 今天我們社民主的痛苦 對某些統領來說 已經很久了 有時候 我們面對一些痛苦 在某些統領來說 是已經很久了 我們沒有遇到 不知道 我們沒有遇到不知道 有些統領很不簡單 這麼多人來 他都這麼痛苦 有些統領很不簡單 這麼多年來 他都這麼痛苦 小弟也要跟我們分享 我們不要失智 不要作夢 小弟也要跟我們分享 我們不要失智 不要絕望 就像在火爐裡面的茶杯一樣 對他來說 他一邊痛苦過 他想說我好生 對他來說 一次痛苦過去之後 他覺得他就OK了 第二邊的痛苦又來 第二次的痛苦又來 第二邊降溫度 他想說這樣好了 第二次降溫度 他覺得這樣好了 第三次又來 第三次又來 第四次來的時候 他已經要絕望了 他在爐火當中 他也不想要再喊了 甚至他想說 他說我趕快去死好了 不要出事還比較好 各位這樣的心情是誰的心情 我們怎麼知道 各位這樣的心情 是誰的心情 大家知道嗎 這種心情 我們在約伯記當中打得到 這種心情我們在約伯記裡面有讀到 約伯最痛苦的時候 他想 他怎麼想的 約伯在最痛苦的時候 他怎麼想的 他說我不如不要出事 電腦比較好 他說我不如不要出生 會比較好 那接近絕望 但是我們要知道 死後還不夠利益 可是我們要知道 就是死後味道而已 死後還夠了 狀況不是慢慢的好 死後到了 狀況不是慢慢好起來 因為神有能力 馬上就轉變 我們所有的狀況 一秒鐘就好了 有能力轉變我們所有的情況 只要一秒鐘就好了 我們痛苦很久要變好 要慢慢的好 我們痛苦 然後要變好 要慢慢的好 但是神的能力 不只是這樣 神的能力不只這樣子 所以等我們前面有這麼多 我們感覺沒有做改革的問題 在前面我們有覺得很多無法解決的問題 我們也要放棄 我們的惡夢和基督的時候 我們快要放棄我們的盼望跟禱告的時候 請阿嬤這樣做 請問我們不要這麼做 跟小弟要告訴你們 你今天安息聖日 還可以在會堂這邊坐著 那今天安息聖日還可以在會堂這邊坐著 各位你們知道你們是什麼樣的人嗎 那都會知道你們是什麼樣的人嗎 那你們是像古聖土一樣的人 那你們是像古聖土一樣的人 你們在神眼中是很有信心的人 那在神眼中也是很有信心的人 那就是你現在坐在會堂裡面 你感覺說 沒有耶 我沒有信心耶 或者你坐在會堂裡面覺得 我沒有信心 沒有耶 傳到我信心不夠耶 他沒有傳到我信心不足 我現在給你掛保證 你現在要再坐在這裡 你就是神眼中有信心的人 我給你們大家保證 如果你們現在坐在這裡 就是神眼中有信心的人 你如果真的沒有信心 你現在可以不用來 不用在這裡 那如果沒有信心 現在可以不用來 可以不用坐在這 但是你現在在痛苦當中 你會很痛苦耶 可是現在在痛苦當中 會很痛苦 為什麼說你是古聖土 一樣的人 我們來看約伯記第六章第十一節 古佑聖經約伯記六章十一節 因為這裡有一個神眼中最完美的古聖土 又有這樣的心情 那這邊有一個神眼中最完美的古聖土 又有這樣的心情 約伯記第六章十一節 約伯記第六章十一節 這六百三十一節 小禮來讀 我有什麼起立 讓我等候 我有什麼結局 讓我忍耐 我的起立 那不是照顧我的起立 我的憶心 那不是重的 知道我那不是一點的幫助都沒有嗎 地匯那不是對我心中 掛出去都沒有穿嗎 那種的灰心 力氣全靈性 無敬為神的人 他的朋友運動一直來談 各位這是 幾千年前 性安中最完美的人 最有信心的人 他講出來話 這是幾千年前 神信中 最有信心的人 所說出來的話 他覺得他沒有力氣了 他也沒有期待什麼結局 他也沒有期待什麼結局 他覺得根本沒有得到任何的幫助 他連自己心中都沒有什麼信心 他連自己心中都沒有什麼信心 他覺得自己很失智 他覺得自己很失智 他自己自己又要離開神 他覺得自己快離氣神了 各位你媽媽做得感受過嗎 各位有這樣的感受嗎 但是你現在坐在這裡 所以人家說 人家如果沒有信 不能得到神的希望 那希伯來書說 人如果沒有信 沒有辦法得到神的喜悅 各位你如果這樣感受過 你和古信徒是一樣的 如果沒有這樣感受過 你跟古信徒是一樣的 沒關係這是正常的 沒關係這是正常的 但是神知道 還沒有燒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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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在地匪 知道什麼時候神知道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是神知道 所以聖經說 不是我們在等候神而已 有一個經濟很奇妙的 我們來看 走一個經濟很奇妙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伊撒亞書30章18節 伊撒亞書30章 伊撒亞書30章 18節 古約八百三十九明 那就是聖經八百三十九頁 下面的18節 我們一起讀 八十一節就好了 十八節一節就好 一起來 我們看這裡面有兩個等候 我們經常別人都說 要等候神 我們彼此免疫都說 要等候神 這十一開始 不是叫我們等候神 這一節一開始不是叫我們等候神 這一節一開始是說 神你等候我們耶 這一節一開始是說 神在等候我們 神現在在天上你等候我們 神在天上等候我們 這等候我們有一天 到祂的辛苦被害了 等候我們有一天到祂身邊 有一天 有一天我經常想想 有一天我跟天國 他要揶到我的手 我想像有一天 我到天國 他要拉著我的手 要帶我去 我要英文住的地方 說創業的 這是你英文住的地方 他帶我去 我以後住的地方說倉議 這是我以後要住的地方 他在等候我們 他在等候我們燒好的那個時候 他要把火關掉 要把我們拿出來 放在最漂亮的街上 他將我們拿出來 放在祂最漂亮的架子上 在那個時間到的時候 一切總共都會改變 神可以慢慢地改變 神可以慢慢地改變 神也可以一時之間改變一切 我們不要像曠野中的以色列人一樣 他們在曠野中就像被燒 他們一天到晚都在像搖匠在抱怨 態度很差 所以11天的路 他們可以走到40天 11天的路可以走成40年 各位你們有沒有提供嗎 各位可以體驗嗎 有人親自走過喔 有人親自走過 離開愛籍地 倒倒倒倒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嘉蘭地 11天 離開嘉蘭地,慢慢的走到埃及那邊要11天 還不是很快的走法,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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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天就從台北到嘉蘭地了 還不是用很快的走法,是慢慢慢慢的走 11天就到了 為什麼11天的路要走到40年 我們當中有的人也是這樣 困難沒有改變,一直在埋怨神,沒有挪走我們的困難 1年3年5年一樣的問題 一直在發生,我們對神的態度越來越壞 我們的思想越來越負面,我們越來越沒有耐性 我們不只沒有勞恕人,連耶穌基督都不勞恕他 各位親愛的是我們要更上城樓的時候了 不是天父不幫助我們 不是因為我們做信仰座舊的問題 不是我們信主長短的問題 也不是我們祈禱時間多或少的問題 也不是我們祈禱時間長短的問題 問題是,我們一直沒有聽著他所想要的行 問題是我們一直沒有讓他燒成他想要的形狀 我們一直抵抗 一直沒有想要改變 一直不想改變 當然,遙將不會向我們挪出上千度的爐子裡 各位當我們遇到困難和困境的時候 我們覺得我們祈禱 我們遇到困難和困境的時候 我們曾經這樣禱告嗎 我們祈禱說,主啊聯名我 把我這個問題解決 主啊聯名我,把我這個問題解決 各位主所親愛的,你覺得我們祈禱過 各位主所親愛的,你們曾經這樣禱告過嗎 主啊,祈禱讓我遇到這麼大的痛苦 一定有祢的意思 請祈禱讓我遇到這麼大的痛苦 一定有祢的意思 請祈禱讓我遇到的讓我明白 請祈禱讓我遇到這麼大的痛苦來改變我 請祈禱讓我這麼大的痛苦來改變我 來改變我 讓我成為祢所想要的行 讓我成為祢希望的行 如果沒有痛苦不會改變 如果沒有這樣,痛苦是不會改變的 如果沒有困境,不會消除 如果沒有這樣,困境無法消除 我們在痛苦的時候會有求神 賺這個機會改變我 讓我聽到祢所要的行 我們在痛苦的時候 有求主耶穌讓我們改變成祂要的形狀嗎 我們要知道我們眼前的困難不是永久的 我們要知道我們眼前的困難不是永久的 我們所面對的痛苦不是神的目的 我們所面臨的痛苦不是神的目的 神希望我們進去應許之地 神希望我們進去應許之地 但是我們要準備好 所以我們要準備好 四十年到了,那些人不一樣了,第二代 四十年到了,那些人不一樣了,變成第二代了 那些以色列人充滿了信心 那些以色列人充滿了信心 他們面對頭前所不知道的事情 他們有屬靈的勇氣 他們面對前面不知道的事情有屬靈的勇氣 所以神母先把他們打開玉丹河的河水 神沒有先將他們打開玉丹河的河水 他們的阿爸跟阿公是紅海要打開才怕過 他的爸爸跟阿公是紅海打開才可以走過去 但是這次被改變的人 他們不用玉丹河的水打開才怕過 所以對被改變的人不用玉丹河的水乾枯才過去 他看到水然後踩進去 神讓他一秒鐘水就乾了 當他們過河面對著做什麼的時候 他們過河面對那座城的時候 耶利哥城 軍事的要塞 軍事的要塞 他們照神的命令來做 神替他們打入耶利哥城 他們照神的命令來做 神替他們打下了耶利哥城 他們都沒有擋手 也沒有握刀也沒有握手 這座耶利哥城整個崩來 變成一世的人的城 他們都不用動刀槍 然後這個城垮下來變成以色列的城 因為時後到了 因為這堆火燒好了 這些瓷器燒好了 你要看到世界最美妙的事情 發生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要看到最美麗的事情發生在你的生命當中 我們這位來看哥林多前書十經十三節 我們看哥林多前書十經十三節 新約二百三十八月 新約二百三十八月 十三節我們一起讀 十三節我們一起讀 主委來 一起來 你們所讀到的伺談 有非是人所可以想的 神是信息的 這比較沒有讓你們想的伺談 過於所可以想的 在受伺談的時尊 總要把你們開一條出路 讓你們可以忍受得到 這句經文告訴我們 我們人看不清楚自己 但是神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的閃度在哪裡 神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的限度在哪裡 他知道 他會讓我們看不住 但是他會把我們開一條出路 他會讓我們快受不住 可是會幫我們開一條出路 那就是時候要結束的時候 那就是時候要結束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要改變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要改變的時候 神希望我們成為什麼樣的行 那神希望我們成為什麼樣的行 我們挖扣神 神要給我們開來 我們依靠神 神要給我們力氣 我們還沒收好之前 我們一直基督要脫離 神沒有應用 我們還沒收好之前 我們要脫離神不應許 但是當我們學的兄 我們不用求神主人 就讓我們開出路了 那當我們學會了 我們不用求 神就會替我們開出路了 那時候社會人 要把我們放在最漂亮最高 那個要把我們安達的地方 他說要把我們放在最美最高的地方 我們就成為眾人所羨慕的最美的器皿 我們就成為眾人所羨慕而最美的器皿 我們看以賽亞書61章第六節 我們看以賽亞書61章第六節 因為神的應義就是這樣 因為神的應許就是這樣子的 神的目的就是這樣 神的目的就是這樣子的 就是要讓我們艱苦 要讓我們困難的 不是要給我們痛苦 要給我們困難的 以賽亞書61章第六節 以賽亞書第六十一章第六節 第六節跟第七節 第六節跟第七節 九月八百七十三年 就是聖經八百七十三頁 第六節 您等到要請做要花的祭司 人們請您做我們身的佛业 您請用力國的財物 您得到您的應要主看 您得到這條加倍的好處 代替所需的效果 分析當中所得的虛弱 得到代替所需的領虛 在境內得到這條加倍的三頁 應萬一路得到全給您 各位我們 將這兩節放在我們的心中 難道不會充滿盼望嗎 第七節一直說加倍 加倍 第七節講到加倍的 加倍的好處 加倍的三頁 加倍的產業 永遠永遠的喜樂 加在什麼時候要適合神的佛聖 在什麼時候要支給神的百姓 以賽亞書六十一章 是這段要結束的時候 以賽亞書六十一章 是這一卷要結束的時候 什麼時候可以得到這些加倍 那什麼時候可以得到這些加倍的 當神的佛聖 確實的時候 當神的百姓覺醒的時候 當神剩下的百姓順服的時候 當神的佛聖 改變了的時候 當神的百姓改變完的時候 加倍 加倍 永遠的 加倍 加倍 永遠的 這是主的應許 這才是主對台南的目的 這才是主耶穌對待我們的目的 所以是美大叔 他對台南親像對孝生的女兒一樣 他請來說 對我們就像對待兒女一樣 他若是想要收到孝生的女兒 這樣要成為人家的兒女的 他才會管教 在管教的時候 沒有人覺得開心 管教的時候沒有人會覺得高興 反而會覺得愁苦 但是經過這個管教之後 這個管教就是神的引導跟安排 管教就是神的引導跟安排 我們要得到永遠的好果子 我們要得到神的眼中永遠的好果子 這個意義就是對神來的平安 他這個意義就是神來的平安 就像大衛王一樣 就像大衛王一樣 他那個少年十七百歲的時候 天地薩摩爾神叫他去改革 他大約七八歲的時候 先知薩摩爾神叫他去告他 當看到他 就是你了 我不知道他對他說什麼話 我不知道他對他說了什麼話 走過去之後 這個油就從他的頭上浸下去 從那一秒開始他就歹命了 從那一秒開始他就歹命了 就這樣說你們聽了嗎 那小弟這樣講你聽得懂嗎 那個天爺是要讓他當神百姓的王 交下去是要讓他當神百姓的王 但是阿伯的天爺之前他很可貴 在還未淋下去之前他是很好過的 對那個油天爺之後 他就開始 如果外邦人說他就歹命了 如果以外邦人來說 有淋下去之後就歹命了 開始過著青青鳥七德王的生活 過著如同老鼠逃亡的生活 開始被這個國家最有威望的人當成敵人 每天追殺過著十幾年黑暗的日子 你如果看詩篇看大衛心情 那青青的火你相同一樣很感好 如果看詩篇看大衛的心情 就像火在燒一樣 跟我一起吃飯的用腳踢我 大家會記得這次嗎 那知道這一節嗎 那指的是誰 他心中最尊敬 最敬愛的少路王 那心中所敬愛的少路王 他心中都沒有歹意 但是這個人要給他死 他心中沒有惡意 可是這個人要他死 他排名的時間十五年 大衛根本不知道要怎麼回事 他的時間有十幾年 大衛不知道要壞到什麼時候 他知道這個油淋在我頭上 那你知道這個油淋在我的頭上 這是事實 我眼前的困境也是事實 這個油跟這個困境加起來 一定有神秘好之意 油跟困境加起來一定有神秘好之意 所以有一天他突然聽到一個消息 有一天他突然聽到一個消息 他這麼多的艱苦和刺濡之後 他突然聽到一個消息 他這麼多困難跟試煉之後 他突然聽到一個消息 不是他自己做錯的 不是他自己做出來的 他聽到這個消息也嚇了一跳 他聽到這個消息也嚇了一跳 小王跟他兩個王子在戰場上戰死了 以色列國沒有主了 大衛你們是我們的王了 大衛你是我們的王了 時候到了 連大衛都不知道這個時候怎麼來得這麼快 連大衛都不知道這個時候為何來得這麼早 神知道 各位在消息人的手中 各位在搖匠的手中 小弟跟在座各位都在天上這個最美麗的消息人手中 我們小弟跟各位在座都在聽上這位搖匠手中 我們要知道我們有一天會吃到最美麗最貴重的 我們也知道我們有一天會成為最美麗最貴重的 所以我們現在面對我們不喜愛也不願意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要感謝 我們要讚美 我們要充滿盼望 我們反而要高興 我們主要說應酬我們在座各位 這主要就引導我們大家 以搖匠 三明星 賬給他們 我們既然是 我們叫助 那些人 我太賺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